在琼斯成为冠军之前 有三位巴西人先后从美国人手里拿到了轻重量级冠军 在琼西从巴西人胡阿手里面夺回金腰带后 又战胜过四位巴西人 再也没有给他们拿冠军的机会 2011年12月10日 前轻重量级冠军 巴西人听天龙泰 获得了挑战冠军的机会 听天龙泰既入细腻变幻莫测 第二回合 埃勒琼斯一中拳后 被琼斯裸脚获胜 后期听天龙泰在UFC6胜5负后 去往其拉赛事 2012年9月22日 琼斯迎战前轻重战的一冠军 巴西人维克多·贝尔福特 35岁对阵25岁 虽然赛前贝尔福特不被看好 但直到第四回合 琼斯才相互对手获胜 此后维克多职业战绩5胜4负后 离开八角龙 2014年4月16日 职业战绩22胜两负 UFC战绩5颜胜 风头正胜的35岁巴西人格洛佛特希拉 迎来了第一次挑战冠军的机会 双方打满五个回合 琼斯一致判定赢得比赛 直到琼斯离开八角龙 42岁的老谢战胜杨布拉乔维奇 才拿到了自己的禁腰带 2019年7月6日 琼斯遭遇巴西大锤 提阿哥·桑托斯 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分歧判定获胜 赛后琼斯被两人架着 走出了八角龙 而桑诺斯直接坐上了轮椅 此后巴西大锤的职业战绩一落千丈 最近一次比赛 更是败给了新星加玛和希尔 同样是巴西人的蜘蛛希尔瓦 这样说过 在琼斯那个级别 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巴西人 有足够好的状态来面对他 巴西拳手有时候不喜欢花时间在战术上 而在琼斯这个级别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战术研究上 虽然我是巴西人 但我不认为有哪个巴西人能打败他 至少现在看是这样的 有个算き率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可以 如果有些人 都在看 不一样的